我們家居28來到景壽里 專業驗樓 緊選家居28 來到屯門單動式物業 只有112V 上南 我們家居28就來驗樓 來到上南 Skyhime 我們看看有沒有蝦 見到現場的貼紙量都多 譬如有些瑕疵位 有些油漬 腳線位也有漬 外面的木屑也有漬 有些疤痕 鬚口 陰陽色 明明這個位置有一塊油漬 反光 還有一些塑膜位也有色差 看到一些問題 上去單位的廚房 可以看到 現在剪接 這個膠板位置有波浪 有波浪 上去廚櫃 吊櫃位 明顯是高低五平 兩棍五平 上面有油漬 外面的膠字跡 外面的膠字跡 最特別注意就是 那些膠板位 這些位置就崩了 外面的位置就未打膠 外面的位置都未打膠 外面的位置都未打膠 門頂都未打膠 所有儲存都沉沉沉了 這個場合真的是這樣 最後來講的是什麼位置 剛剛講的那一半 是這個油煙機 油煙機這裡 過癮了 因為開了之後 開了之後 這個風從下面抽到上面 上面這個位置 唸出來的 內循環的油煙系統 如果你正在煮食,下面煮食,上面的油煙也塞回 當然我用火雷網,隔油火那些 排出來的那些是否真的100%清新風氣呢? 變成油煙,這就真是何卿何占了 這個位置值得雙脫,因為我們剛剛發熱電機 上面的風全部排出來的 好,那我們來看看其他地方 來到上南的洗手間 泥水應該相對扣分得很嚴重 為什麼?因為有很多空骨 這些位置是空骨來的 實心,空心 空心,空心,實心 空心,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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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看到,泥水方面是相對扣分的 另外,鏡櫃公園是一個唐模式的櫃 但應該用不了兩位,這個位置發熱得很嚴重 是燙手的,很少發展商用 好,另外就是上面,這個位置發熱,還有油膜 油膜,油到天花一塊一塊一塊 這位是樹葉 好,那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個Sky High上南的露台 就是一個三塊一環保露台的設計 所以,奶機一定是在外面 對,大位獨視的奶機 沒有蓋,沒有罩 因為外面的發展商也會有個蓋 有個罩 微觀一點,方便維修 對,馬上伸手進去 但是,有些東西看得太清楚 反而沒有那麼好,例如喉管 還有熱力,到時開的時候會滲出來 好,我們看看外面 邪對面這個位置就是玉半山 新鴻基特產 我們看看其他景秀里附近的烏魚蛋 我們上南的望景觀就是這樣 來到露台,我們留意了一些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膠的位置,這些位置裡面養了一些水 好像鹽巴的物體出來 這些位置也是嚴重的 這些位置也是嚴重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膠道好像有水珠一樣 準備爆出來,白色一塊一塊 這些就是窗的位置有滲流 透過膠邊位置流出來 因為有機會在上面流很多水 所以水都會養成膠 這裡就是遠一點 養水 最後是黃牌蛇水 好 歡迎來找我們家居28燕樓 謝謝 謝謝